這一隊我們在朋友圈 大家都稱他們為神雕俠侶 很開心看到他們結尾連理 身為算是他哥哥 兄長的我 非常欣慰 然後呢 這是他乾女兒叫舅舅 所以今天也很榮幸擔任他的花童 希望他們百年好喝 早生櫃子 他那一次原本是跟我計畫好 然後要在北海道 在那個滑雪場的一個 我們已經學好一個地方 比較平緩的地方 滑下來之後 然後在那個地方求婚 但是呢 在出發前呢 我跟我老婆大吵一架 然後後來到了北海道機場之後 變成我跟我老婆的道歉大會 然後呢 於是這個時候 那個家彥就放下新訪了 他就沒有想到 那個會發生求婚這一次 因為他們兩個不會滑雪 所以要到達那個求婚的地點 必須要穿上全身裝備 然後坐著纜車上去 滑一段之後才能到那個地方 所以呢 這一對新人呢 可以說是上了纜車之後 一下來瞬間 就是一路摔一路摔一路摔 摔摔 終於摔到那個平緩的地點之後 然後就要展開那個求婚的那個儀式 因為呢 一行只有我們四個人 所以沒有專業攝影師 所以是由我本人長進的 拍得有多爛 等一下上去就知道 後來求婚之後 然後接著下來 他們又不小心跟我們上去 到最高的黑線 然後聽說謝坤達那個到了半山腰之後 然後佳燕說他不敢再滑下去了 所以謝坤達拿著他自己的 跟佳燕的滑雪板 跟所有的裝備 然後扛著佳燕往山上走 去做拱兜拉再下山 這樣會不會太複雜 反正就是大概這件事 所以大概就這樣 然後 所以我就告訴他說 婚姻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男人要撐下去 然後再次 去做拱兜了 叫我 請坐 請坐